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舅舅,你上次讲创造自己的销售漏斗,收集名单很重要 那名单收集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联系和销售啦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交易 在销售漏斗的第三步骤,就是留下资料之后 保持一个固定频率的联系,然后成交 这个阶段就可以使用自动恢复新建的系统 它的连续自动发现功能 重点就是在每一封新建的内容 是否让收件者感到价值,而不是纯粹销售的广告新建 让他愿意去继续收你的下一封信 而不是去退订你的信件 那这个步骤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在不断的提升消费者 他对你的信任感 也就是建议你的个人品牌 梳立你专家地位的重要阶段 当你在客户的心目中是一位美妆专家的时候 那你说的话才具备影响力 你推荐的产品他才愿意购买 而每一封信件的最下方都可以去安插你的商品的连结 有兴趣的人他就去点击来观看 这个就有可能直接在线下单之后购买 或者是在最后一封信去强力的介绍一款 你觉得最有价值而且价格就比较高一点的商品 因为会持续去收看新建的人 已经对你产生了极大的信任 这时候你再提供高单价的商品 文案给他 成价几率才会提高 通常最后的封信都已经是第四封或者是第七封了 这个就必须要看你销售商品的价位高地来决定 好棒喔 原来这就是销售漏斗吗 对啊 这就是最标准的销售漏斗 从最大量的曝光 然后慢慢找到愿意留下资料的这些人 再到愿意持续接收电子邮件的这些人 最后就是愿意购买的人 就这样不断的去循环 让整个行销流程全部自动化的去运作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名单 然后越来越多的客户了 嗯 我明白了 这样就变成一个行销的SOP了 听起来变得很简单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大家不都这样做就好了 那我还有机会胜出吗 哈哈 那我问你 你以前会知道这样做吗 嗯 不会 我以前只想过要在社群平台贴文章 或产品的照片 是啊 别说你了 就连很多商家他开了店 都没有想过要规划自己的销售漏斗 大多数的人都想得很单纯 就是把商品上架然后曝光 然后呢就等着客户来买 那你想想看哦 如果你卖的东西别人也都有在卖 那客户为什么要找你买呢 例如啊现在的拍卖平台啊 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去上架商品卖东西嘛 那消费者呢只要去搜寻这个商品的名称 就能够找到一堆相同的产品 我问你哦 你会找谁买 当然是看谁卖的便宜就跟他买咯 反正都是一样的东西 没错这就是消费者的思维 当你销售的产品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时候 而且又放在拍卖的平台 那消费者呢他很容易就直接搜寻类似的商品 然后去找到一个最便宜的卖家 就完成交易了 而你的产品呢因为价格比较高就卖不出去 于是你就只好降价 最后呢就形成了大家一起销价竞争的局面 如果你是卖家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只好赶快去找找看有没有新的商品 是没有人在卖的吧 很好 抢先上市新的产品 才能够排除竞争对手保持利润 但是竞争对手是不是过了没多久 又会找到跟你一样的产品来卖 然后呢又落入了消价竞争的循环里面 对耶 所以我就必须不断的找新的产品 和新的客户对吗 哦 真的好累哦 其实啊做生意常常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呢如果你多做一件事 就会容易让客户留住 持续跟你买东西哦 哦 真好奇是什么事 就是建立品牌啊 只要去建立良好的品牌知名度 客户就会因为对你产生的信任感 而持续跟你购买 舅舅你是说像SK2 LV包这种一听就知道的大品牌吗 这也太难了吧 你说的这些大品牌啊都是大企业 累积了很长时间的努力 才有今天的成果 虽然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但那不是我们个人创业家 一开始就能够模仿的路线 所以我说的品牌啊 可以利用现在自媒体的力量 先做出自己的个人品牌 而个人品牌的组成要素呢 有两个关键 一个是专家地位 另外一个就是人格特质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谈到的销售漏斗 持续在做的事情哦 拥有专家地位 就能增加自己的说服力 可是我不太懂 为什么人格特质 也是品牌组成的关键之一呢 因为物与类聚 人与群分的特性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偶像 对吧 而个人品牌呢 除了必须具备 该行业的专业知识以外 展现自己的个人特质 才能够吸引更多相同爱好的粉丝 然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你喜欢美妆 但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是那前百分之五的专家吗 呃 我应该还没有那个资格吧 毕竟有那么多前辈 比我更资深 所以我说 創造个人品牌啊 并非只有专业 因为比你更专业的人 大有人在啊 人会有人啊 如果只是比专业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有绝对性的优势 但我们只要能够做出 自己的个人风格和特色 再加上必备的专业能力 就能够让自己与众不同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就一定能够明白 你有买过保险吧 有啊 而且一年还花了好几万呢 好 那你当初买保险的时候 是找谁吗 呃 我的好朋友介绍的一个阿姨 你认识她这个保险业务员吗 其实认识好多个 包括我自己的同学 也有人在做保险 那为什么你会找朋友介绍的那个阿姨 买保险呢 因为我朋友说 那个阿姨已经做很久了 而且她会先耐心了解我的财务状况 和家里的环境 还有我的工作情形 然后才开始建议我买什么样的保险 但是我那个做保险的同学 一来找我 就跟我说 他们家公司出了什么 一个很棒很棒的产品 叫我赶快买 不买会后悔 让我感觉不太好 所以我后来还是找我朋友 介绍的阿姨买了保险 所以说 就算是卖相同的产品 但是却会因为销售人员的服务态度不同 而有不同的业绩表现 而每一个人的服务态度呢 其实就是个人品牌的展现哦 哦 我懂了 所以我们所展现的态度与专业 都是代表自己的个人品牌 没错 越成功的人啊 越是真正懂得如何经营个人品牌的人 销售漏斗的行销步骤 一 最大量的曝光 二 愿意留下资料 三 愿意持续接收电子邮件 四 愿意购买 做出个人风格与特色 加上专专业能力 建立个人品牌 树立专家地位 让客户留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